洛杉矶警局满屋子的新人 正接受入职培训 在一堆年轻警察当中 一位中年大叔显得格外抢眼 这就是诺兰 年轻时为了爱情放弃学业 中年离异 公司又破产 一次意外的劫匪案件 让诺兰重拾年少时的警察梦 下半生他要为自己而活 诺兰第一天上班报道 遭遇同事戏弄 告诉他新人要先去警监那里报道 三位刚到警局的菜鸟 需要各自跟着一位老油条 六个月试用期 不合格就要被淘汰 会议结束诺兰被上司留了下来 很快菜鸟们 迎来了第一次出警 诺兰敲门 开门的是卫壮汉 报警人称有家暴 可看起来并不是这么回事 女人和壮汉也没啥问题 普姐告诉女人 如果你被打了不要隐忍 而是要选择报警保护自己 门外的壮汉面对盘问 也是支支吾吾地回答 屁股还没坐热的普姐 又接到了报警 还是同一个地方 感到现场的诺兰被吓坏了 身材娇小的女人 骑在壮汉的脖子上 一把刀直捅男人的要害 女人拿着刀朝诺兰挥舞 普姐一脚把发疯的女人踹开 壮汉也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鲜血不停地往外冒 壮汉不幸身亡 诺兰十分自责 由于体格上的差距 没有人在乎壮汉是否遭到暴力 三个菜鸟聚在一起喝酒 饱刀未老的诺兰在酒吧 还有女人想着勾搭这位大叔 可大叔意志力坚定 但女人却主动出击 递给诺兰号码 约诺兰一起打扑克 但诺兰早就和另一个菜鸟路西 打起了扑克 这部剧由真实人物改编 这位中年菜鸟大叔 接下来会遇到 让他更加瞠目结舌的是 这天实习生路西 跟着老油条出去巡逻 地母找了一个混混 准备叫她练手 装十三的混混 没想到这个实习生这么暴力 几拳就把她做趴下来 正准备带人回警局 一个浑身脏乱 一看就是吃多了巧克力的女人出现 看着眼前这个消失了一年的女人 如今这富贵样子 地母心如刀脚 她想帮帮女人 可女人并不领情 你想帮我吗 给我所有的钱 给我你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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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rehab 我不需要 rehab 帮我 快 college 快és 你可快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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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了一名在逃的通缉犯 需要他们赶去支援 两人开着警车堵住了嫌疑人 露西马上呼叫支援 蒂姆下车和男人沟通 但这可是洛杉矶 五颗星没这么容易投降 男人抬手就是一缩子 蒂姆直接被击中 露西赶紧报告人员受伤 诺兰听到呼叫 也赶紧前往支援 露西赶紧把蒂姆拉到车后 诺兰两人的支援也到了 一把撞停了另一名同伙的车 蒲姐叫她帮忙把人靠起来 诺兰转身就跑去就想好了 眼看着汽车快爆炸了 露西把蒂姆往空旷地方转移 但也把自己暴露在了外面 男人正准备攻击 诺兰及时赶到 而独自一人靠嫌疑人的蒲姐 却突然遭到袭击 她被死死地抵在座位上 好在蒲姐伸手过瘾 要不然今天就要盖棋子了 洛杰带着小黑去拦截嫌疑人 但遭到了对方的火力攻击 洛杰叫她赶紧拔枪掩护 但小黑此时 早已没了景孝优等生的傲气 吓得躲在车后 动都不敢动 洛杰眼睁睁地看着男人跑了 男人途中劫持了一名金发妞 在洛杉矶的这一幕看起来 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 诺兰拳脚功夫不行 但是打嘴炮 在整个警局是相当厉害 趁男人不注意 臂枪打中狗腿 成功逮捕五星级逃犯 露西过来关心诺兰有没有受伤 但这一幕却被蒲姐看到了 回到警局 诺兰白天抛弃队友的行为 把上司器坏了 她被炒鱿鱼了 警监却力保诺兰 认为她干得不错 蒲姐也找到了露西 警告露西如果不和诺兰分手 就别待在警局 拿我托底 当店被等 姐会好好招待你们 小黑因为白天的胆怯行为 被洛杰严正警告 再有下一次小黑就要除名 她父亲来也不管用 上司也警告诺兰 自己会想方设法地淘汰她 实习女警露西 刚蹲下享受人生 一只手伸进来 配枪被人拿走了 露西下的裤子都来不及穿好 可出来后连人影都没有看见 露西心里直发毛 她告诉师父自己的配枪丢了 蒂姆又开喷了 一个电话打来 蒂姆脸色顺便 她从车上滴溜出来一坨东西 正是露西的装备 这个师父真感人 为了教育徒弟 轻闯女厕所 医院里一个棚头垢面的女人出现 女人因为吸毒过量 差点就见耶稣了 这就是蒂姆的妻子伊莎贝尔 把她一把拽了进去 Do you know how many dead junkies 你怕人家的男人出现 那我对你不会打开 做人家的电话 我说真的挺有意外的 不一样不一样 对我说她被人带下来 你没想到的 没有我和你 也不一样 所以我怕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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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洛盛都 看来侠盗飞车成不起我 双方见面就硬刚 两个嫌疑人躲进了装甲车里面 地母一看好呀 直接把通风口撬开 胡椒喷雾跟不要前似的 两个老哥今天倒了血妹 碰到这两仕途 老好人诺兰接到一起收容所闹事的案件 赶到现场才发现 是一对黑人母子 这里的避难所不想收留母子 同为黑人的普洁 想秉公执法把母子驱离出去 两人打了一天的电话 给各地收容所 很明显现实社会 并没有诺兰心中想象的美好 母子两也理解警官们尽力了 没办法只有带着孩子流落街头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玩 因为这不是一个游戏 一天的比赛 最终还是地母拿下第一宝座 只是可怜了丸子姐的一厢情愿 你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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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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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它很难 对了 我对了 诺兰还在一旁酸溜溜的吃醋 露西倒是找到了自己人生追求 但诺兰悲剧了 小女友就这么跑掉了 五星警察地母的妻子 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毒品的深渊 她来探视妻子 但妻子想让地母帮帮她 可妻子又说出了更惊天的秘密 她告诉地母如果明天被搜查出来 她一辈子都只有在监狱赌过 要求地母帮帮帮她 趁着夜色 地母撬开房门 房间里的一切让她触景生情 冒着重罪的风险 她还是拿到了这包毒品 从屋里出来 地母的徒弟露西突然冒了出来 露西不想亲眼看着师父做傻事 她心中那个洛杉矶五星警察 总是站在正义一方的警察去哪里了 一向骄傲的地母 看着徒弟久久没有话语 转身离去 第二天长官找到地母 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她 警探在她妻子的房间 搜查到了一公斤的毒品 律师找到依莎贝尔 告诉她如果罪名坐实 起步最少是二三十年 可以利用她曾经是 缉毒警察的身份减刑 依莎贝尔清楚地知道 这不会有用的 自己现在只是个满身污点的女人 地母找到妻子 想见她最后一面 这一枪男人直接挂了 但这也意味着实习生诺兰 将面临严肃调查 现在的诺兰稍有不慎 就会直接入狱 嫌疑人的弟弟问起这个情况 蒲姐也是支支吾吾地回答 面对长官的盘问 诺兰脑子一片混乱 盘问虽然结束了 但诺兰被限制了出行 期间所有和他接触的人 都会受到调查 送诺兰回家的长官叫住了他 诺兰重复回忆白天的场景 整个晚上他都没有睡 他找到老爸 想看看那天执法记录仪的视频 我认为你能够准备 我认为你能够准备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好 越看诺兰越害怕 他不断责怪自己 为什么要开枪 老大告诉诺兰 嫌疑员的弟弟已经保释出狱 四处散播谣言 是诺兰残忍杀害了他哥哥 希望他有个心理准备 前女友露西带着诺兰出来 他要诺兰看看他所拯救的一家人 因为他这一家人才能活下来 露西希望诺兰不要再多想了 换做是他当时也会开枪 忙碌了一天的诺师傅 带着露西就回家 顺口问了去喝咖啡吗 人家答应了 他又说不会走 露西说要走了 他还真满心欢送露西离开 要不然怎么说是前女友呢 还得是露西主动 两人才有故事 刚刚睡醒的诺兰 准备弄点吃的 一道人迎闪过 诺兰也听到了什么动静 准备去看看怎么回事 瞬间一闷棍垂来 这个是嫌疑人的弟弟 他要给自己的哥哥报仇 男人此时已经丧失了理智 拿着枪不断逼问诺兰 露西也听到了什么异样 准备出去看看 眼见露西就要开枪 为了匪徒的安全 诺兰只有KO他了 解除了危险 露西却愁容满面 如今诺兰哭目逢春 两人隐瞒谎报之前恋情的事 只要调查今天的案件 一定瞒不住 老大叫来诺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大内总管要详细调查 昨晚袭击事件 诺兰慌了 老大要把他暂时 下放到文质工作 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诺兰只有和前台大爷共识 盖个章都做不好 再来 他再次找到诺兰 气场压制 让诺兰慌了 一公斤的海洛因 让蒂姆亲自送妻子 进了监狱 在警局值班的蒂姆 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名警探出了个馊主意 仅仅是盘问 腿都抖得厉害 他们想让伊莎贝尔 代替他男友去交易毒品 他觉得这根本行不通 但普洁有办法 让他男友换人交易 直接来到街上 按住卡尔森 一抓一个准 很快他就上套了 能不能成功 全看伊莎贝尔了 男友叫他必须去 普洁问他真的没问题吗 普洁找到蒂姆 毕竟是老战友 他还是告诉了蒂姆伊莎贝尔的事情 蒂姆冲进老大办公室 结果老大比他还凶 蒂姆知道了警方安排 他妻子坐卧底 今晚去参加交易 他绝不同意 老大也理解蒂姆对妻子的保护 安排蒂姆去保护组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毕竟他是老大只有服从了 到了约定交易地点 派一个毒虫执行任务 再怎么说也是蒂姆妻子 给了他一包秘密武器 他问蒂姆姐今晚成功后他会怎么样 看着曾经和妻子的回忆 对蒂姆来说还是那么甜 伊莎贝尔也开始行动了 蒂姆姐严阵以待 目前一切看起来还很顺利 成功拿到罪证 伊莎贝尔突然擅自改变了注意 蒂姆姐慌了神 毒贩突然觉得伊莎贝尔眼熟 动手动脚地试探她 有种不好的预感 男人一把推倒了伊莎贝尔 蒂姆赶紧去救妻子 等众人破门而入 房间里啥也没有 蒂姆在卫生间里 发现一个带血的监控设备 蒂姆姐率先找到了蒂姆妻子 在一个垃圾桶里浑身血迹 被人缓缓抬出 蒂姆赶紧下车 蒂姆姐告诉她是头部中枪 袭姆妻子的毒贩位置被锁定 蒂姆这次要动真格了 秘密武器就是这块护心挡板 她这次要玩狠的 师徒两人找到了毒贩女友 蒂姆让女人打电话给她 女人答应了 毒贩满嘴答应女人 说自己马上过来 但她早都发现了蒂姆姐 直接通知小弟放干扰器 掏枪就是一顿扫 洛杰想联系大家 但对讲机已经失效了 女人说地下室有干扰机 成员们都失联了 蒂姆姐也倒霉 回身就挨了一枪 洛杰也预袭 赶紧往后撤退 毒贩也找上了蒂姆 蒂姆姐冲进别人家 把老太太吓坏了 她告诉老太太自己需要医疗箱 这伤可不是开玩笑的 洛杰也躲进了别人家 男人说她认得袭击警察的人 洛杰问她怎么关闭楼里干扰信号的东西 男人叫她别想了 干扰器在地下室 洛杰是谁根本不慌 悄悄强不错就是她了 男人直接无语了 拍个照发朋友圈吧 两师徒免费装修 这里是通地下室的 判断对了 小弟用把猫眼堵住了 弟母叫露西拿来记录仪 这波简易自拍杆 要把人都看上了 女人这时居然又要生亡 门外的混混准备强攻 这波格门扫射 差点直接团灭 小弟叫毒贩走了 再拖下去警方支援就要到了 露西还在屋里当街生婆 洛杰爬了半天 终于来了地下室 看着近在咫尺的店员开关 小黑要拼一拼 店员一段干扰器就失效了 看一眼门外没人 普姐赶紧叫大佬来支援 五星追捕已开启 诺兰刚想和大内总管坦白 老大就打断了谈话 他告诉总管他儿子小黑也预袭了 露西第一次当街生婆 还是挺顺利 蒂姆发现外面有点过于安静 露西人都被打飞了 还好蒂姆反应快 要不是有护心钢板 自己要支持了 眼看蒂姆被围攻 露西清醒过来了 两师徒不愧是洛杉矶街霸 几个小弟被胖揍了一顿 逃走的毒贩也不能幸免 老老实实接受大胖的审判 一个镇报弹滚下来 大内总管和诺兰来了 带了一堆大哥 小黑看着自己父亲披挂上阵 激动坏了 诺兰找到露西 他还是希望能和总管坦白 老大找来诺兰要给他宣布一个消息 地母守着自己深爱的妻子 倾听着妻子微弱的话语 她现在心里只有心疼 兜兜转转的露西和诺兰 最后发现还是对方最合适 老大和黑哥今天要搞事情 他们要挑选一位实习菜鸟同行 露西被老大翻了牌子 诺兰也被黑哥宠信 他现在紧张地要死 发现一辆违章车辆 诺兰上前盘问 司机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诺兰搀扶着她到路边 她说自己25年开车没有一起违章 老太太希望诺兰可以放他一马 老好人诺兰当然同意了 黑哥发话 让他按照流程办事 车里还有一个年轻人 诺兰叫他下来 然后一位移动激战就出来了 诺兰人傻了 他叫男子出示自己的身份信息 老太太突然翻脸诺兰也蒙了 这一脚差点让诺兰但暴人亡 这就是不设防的下场 两人回到警局 黑哥收到信息 一张照片传来 两个兔崽子来了 老父亲们也只有强颜欢笑 老大和露西来到报警人家 两人正在比谁砸的东西多 老大叫他们闭嘴 女人说男人是他前夫 不同意离婚他就跑来闹事 露西带着男人离开 哪知男人突然暴走 女人说楼上有枪 现在事态升级了 老大叫露西小心中枪 男人躲在屋子里不配合 老大想和他娇娇心 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事 完蛋了 赶紧踹门进去 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这边刚挂了一个 两人又接到报警 跪姬是争乱 两人在院子里吵得面红耳士 他们因为车位都要打起来了 帽子哥说为了女儿的生日 自己提前就来了 足球哥才不管 他今天一定要看国足的比赛 你要看国足是吧 足球哥直接被露西按在地上 漂亮老大脸上重重地挨了一拳 老大觉得没关系 都怪他自己业务生疏了 露西没想到老大还有这履历 老大把人压进来 他叫手下一边去别看热门 晚上露西找到老大 他觉得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 老大顶着一脸伤 饶有兴致地看着露西 诺兰今天也要过情人节 他和朋友准备办一个单身派对 今天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之一 诺兰想邀请大家去参加派对 但大家兴致不高 谁叫他是单身狗呢 接到一起车祸报案 电线断了 诺兰刚想上前 四处跳动的电线 直接击中了女人 诺兰跑上前把女人拖了回来 好在诺兰手法娴熟 终于救了回来 诺兰回到警局 刚当自己救的女人 也找来到了警局 当着前女友的面 女人带着礼物来感谢诺兰 这赤裸裸的邀请 他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过还是拒绝了女人 这就是中年大叔的魅力吗 没多久诺兰师徒又接到报警 一起入室抢劫案 整个房屋看起来很安静 没有什么异常 直到打开卫生间的门 上午的女人又出现了 这桃花韵未免来得太快了吧 女人为了诺兰报了假警 普洁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一张合照 引起了诺兰的注意 诺兰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但老好人诺兰是不会捡这种漏的 女人很失望 自己已经够主动了 诺兰晚上的单身派对 除了露西没有人应援 好朋友出去买个酒的功夫 就说要给各位一个惊喜 门铃响了惊喜驾到 那个女人又来了 好朋友还在得意 诺兰只有打她的脸了 把白天的事都告诉了朋友 一开门 这场面老菜鸟何时感受过 女人一针见血说出了 诺兰喜欢露西的事 爱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她知道自己没机会了 诺兰要女人穿好衣服 一个空瓶子掉出来 她服药了 女人此事已经药效发作 诺兰不断鼓励她坚持 好在救护车还算快 诺兰想跟着去 但显然露西不会同意 还是她去吧 本以为这个聚会就这么结束了 蒲姐却来了 三个单身贵族 在情人节这天 也只有抱团取暖了 今天是菜鸟们的变一日 各自的师傅都会变成透明人 以局外人的身份 全程跟随评分 露西在街边发现一个秃子 好像不对劲 赶紧掉头 秃头被车门重击在地上 在摄像机里 果然发现了不好的东西 目前独立执行任务还不错 露西现在有点飘了 回到局里 蒂姆问露西有没有忘记什么 露西这才反应过来 等她跑来找犯人的手机 果然发现了转移车辆的信息 露西赶到这里 现场早已没了踪迹 露西通知调度中心查找车辆 却意外得知车辆已经被扣压了 这都是蒂姆的杰作 以这种方式考验露西 彻底让她没了脾气 一条狗不断地叫 隔壁邻居报了警 看着男人粗暴地对待狗子 露西要好好警告她一下 她刚转身 男人又开始施暴 露西要动真格了 男人还在挑衅她 她警告男人 如果再收到虐待动物的消息 她会成为男人的私人警察 24小时保护她 露西很满意自己的威胁 回到警局 她就被黑格找上了 男人投诉了露西 她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黑格告诉她 试用警员犯这种错 非常的严重 师徒来到虐狗男人家 蒂姆刀子嘴豆腐心 要代替露西道歉 希望得到对方的撤所 男人开门 看见是蒂姆 转头要回去 还要打电话继续投诉蒂姆 为什么你叫我老板 因为我会让你拒绝 对方的验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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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好晚 先生 我会 你 我不太确定 露西在车里 看见院子里的狗子 感觉有点不对劲 望远近一看 居然有斑斑血迹 露西想去查看 蒂姆警告她 如果判断失误 你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她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走进院子里 男人也发现了他俩 跟着他们朝车库靠近 这越发让车库嫌得渴 来到狗子的车库 一把掀开裤门 是邻居大姐 男人直接被按在了地上 你被捕 老大找露西谈话 质问她的威胁平民的执法态度 露西觉得要被开除了 不停地向老大反思自己 晚上露西给了蒂姆一个信封 回来叫同伙赶紧溜 一张今晚消费账单 给到了蒂姆 一辆满载重刑犯的大巴侧翻 车内的人员都有不同程度受伤 从狱警口中得知 许多犯人抢了钥匙逃跑 大批警力集结 全员出动 洛杉矶现实五星追捕拉开序幕 蒲姐师徒被派来检查车辆 诺兰立行检查 男人眼神挑户不定 她问男人见过可疑人吗 提及后背向男人惊恐无比 满含泪水祈求诺兰 往后一看 儿童座椅上没有孩子的踪影 诺兰写了一张纸条 男人眼神坚毅 就这么对她放行了 蒲姐不理解 但诺兰同为人父非常清楚 这么做是对的 男人停车 后背向里果然是嫌疑人 刚下车 灯光顺亮 男人被捕了 目前为止还有人在逃 黑哥特意请来皮姐协助调查 证明金融杀手 因为破产走上了高智商犯罪道路 诺兰被皮姐看上了 留下来打打杂 蒲姐走来 她觉得金融杀手可能在她姑姑家 往常她姑姑这时会做礼拜 但今天没有 皮姐觉得有道理 派师徒两人去看看 看着门口被破坏 很有可能罪犯就在这里 两人分头搜索 一个被绑着的女人出现 一根绳子还拴在扳机上 直对女人的头 罪犯还在往外掏钱 诺兰警告她 但罪犯根本不慌 她本想发动嘴炮技能 皮姐被召唤而来 她把诺兰交到一边 诺兰懂了 皮姐要去车里待会儿 她直接叫人持枪对着罪犯 诺兰知道这就是皮姐的高见 看着手里的线 和凶狠的蒲姐 罪犯放下了绳子 诺兰亲手靠住了她 皮姐说诺兰很有 诺兰奇怪了 不是你指使的吗 任务完成 皮姐找到诺兰告别 诺兰支支吾吾半天 也没说到重点 我认为我没想到那样 我会继续 对 对 看着皮姐要走 诺兰拿了一本书 是皮姐的 叫她签名 有你 好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 诺兰打开一看 诺兰打开一看 今天菜鸟们将迎来严峻的挑战 内务部一周的角色扮演开始了 老大下了死命令 酒店门外 女人指着她的车轿诺兰看 扑姐说是民事纠纷 他找上停车的小臂 都怪她看自己的屁股 这下女人激动了 抽刀就要上 诺兰上前制服她 完蛋的吊带被诺兰扯断了 好多人看 女人拍照还在凹躁性 诺兰更加觉得女人是钓鱼执法的 她叫女人承认 把她都看穿了身份 晚上诺兰还在吹嘘她代表的疯女人 诺兰刚上车 她突然注意到远处的一名男子 没有多余的动静 诺兰直接遭遇感受 扫完就溜很专业 诺兰也蒙了谁会这么对自己 同事们都来了 黑哥说袭击她的是个大帮派 这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那个女人 诺兰觉得自己没处理错呀 老大保护诺兰回家 目前保护她成了整个警局的任务 第二天老大召集所有警员 他们要把整个帮派的收入全部切断 老大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诺兰在这时却来了 同事们都觉得她很有 老大找上诺兰 她要亲自保护菜鸟 贩毒的 卖武器的 学英语的 全部被抓进来教育 整个拘留室关满了帮派成员 黑哥找到幕后黑手大胡子 大胡子相当的骄傲 黑哥放话一周内要他的帮派 彻底断了收入 大胡子还是不肯取消必杀令 不取消是吧 等你出狱你将会看到一片废墟 黑哥告诉他准备承受 整个警局的打压吧 大胡子怂了 老大接到消息 看来危险解除了 他们处理完最后一个警情就归队 来到报警人家 满屋子空无一人 一根电棒直击诺兰 老大和诺兰被绑在泳池旁边 双手紧靠凳子 帮派老大的儿子登哥绑了两人 被诺兰抓的女人是他的女友 老大还在嘲讽登哥蠢 登哥觉得自己超聪明 老大对登哥脑子很好奇 这让他开始了思考 一脚把老大踹了下去 登哥说诺兰两人今天死定了 诺兰拼命挣扎 但自己的手铐可不是开玩笑的 诺兰让登哥拍个羞辱 自己的视频捧云友 以此消除他的怒火 诺兰一生从未这么急过 配合着登哥拍视频 但登哥明显在耍他 水下的老大 忍痛一鸣 浮出水面 一枪解决小弟 诺兰撞开登哥 老大出来又是一枪 现在就剩登哥一个 两人互相对射 登哥慌乱中 击中了老大的脖子 诺兰呆住了 老大缓缓地沉入水中 诺兰拼命挣脱椅子 猛地跳入水中 把老大拉了上来 虽然他努力抢救 但这已经回天乏术了 诺兰懊 自己失去了一位 如此帮助照顾自己的上司 半想之后同时赶来 所有警员对着老大敬礼 送着他这最后一场悲伤的气氛感染了所有人 一个黑影冲进来 黑哥人狠话不过只说你 你儿子或者帮派选 黑哥主持大局要抓住登哥 即使在场每个人 他们愤怒不已 心如刀脚 但黑哥要求他们要用法律来审判他 警员们拦在登哥的必经之路上 他们要在这里亲手逮捕他 马路营练来了一辆车 黑哥派诺兰去亲自逮捕登哥 诺兰亲手给他上了靠子 诺兰的米兰达宣言小车伤 告慰着老大一直以来的信仰 姐妹花来到报警人家 女孩说她男友可能出事了 走进门后 一本大大的圣经摆在客厅 满屋子的哀求声 引起了姐妹花注意 到现场的露西有点慌 神秘的驱魔作法摧残着男孩 很奇怪 随着咒语的加强 蒲姐赶紧把人抓走 女孩冲进来大声辱骂男友的母亲 妄想浑身神气的男友 女孩心疼坏了 好在女友报警及时 救了自己男友一命 我还没想到妈妈 会这样做到她自己的儿子 坦白说 这不是最悲惨的事 我看了一个父亲做的事 哦 嘿 你能帮我这个电话吗 谢谢 为什么 什么 是露西妈妈打的电话 她老爸受伤住院了 被一位病人打得挺严重 他们认为他的脖子砸了 不用怕啊 他没事的 我肯定会去探他啦 露西匆忙赶到医院 老爸是为医生治疗病人 使出了意外 露西要逮捕那人 作为医生的父亲不同意 露西说这是法律规定的 The law is broken 眼见父亲如此顽固 爸爸 不要这样了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 法例是痴线的 把精神病人当作监犯 完全不问根由 感觉罔顾人命 这就是为什么 露西家里不支持她当警察 一场地震突然袭来 医院里乱作一团 整座城市陷入了瘫痪之中 医院里涌进大批伤者 普姐赶紧出来维持秩序 短暂的混乱得到了终止 露西来看望驱魔男孩 露西叫男孩不用担心 只要男孩原谅母亲 考虑到她的精神状况 会尽量免刑 还会送她去治疗 露西给老爸送饼干 但老爸还在生她的气 她告诉老爸这份工作 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希望老爸理解自己 露西对驱魔男孩的 关心老爸看到了 她有这份仁慈之心 老爸很欣慰 一位男人走进了病房 她不停地向露西老爸道歉 露西当场就要逮捕男人 露西根本不听 这就是父女俩一直以来的分歧 露西回到警局写拘留报告 她特意为男人写了份 精神报告脱罪 胡姐问她认真的吗 那男人可是打伤了你父亲 他不是错了 这男人需要帮助 不是在室室 所以我将做什么 我帮助他帮助 帮助他 很好 期末考试终于来了 在此之前 实习菜鸟们 两天内必须完成指定任务 否则 我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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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姐带着小黑刷副本 男人是个藏毒惯犯 小黑搜了个遍 你找到什么 不 我把车搜索了 车内物品全丢路上 这都是小黑的杰作 在座位后 小黑还是找到了一个袋子 男人连忙解释说 车是二手的自己才刚买 小黑才不管你那么多 洛姐查了车 确实是刚拍卖给男人的 为了任务 用一个空袋子抓人太蠢了 洛姐放了男人 小黑还不服 他叫小黑自己琢磨去 否则别在自己手下呆了 洛姐这次真的生气了 回头一看 男人没有得到他任何的道歉 地母师徒也来刷副本了 男人掏出一枚戒毒勋章 地母也为他感到高兴 但路西急坏了 他有七个指定任务要完成 人家改鞋归正了没办法 三个菜鸟除了诺兰前妻倒霉 意外完成了任务 小黑和路西连影子都没有 很快符合任务的案子来了 路灯被一辆车撞了 司机已经撞懵了 指挥中心说这车刚刚被盗了 很好很好 女人抢了辆儿童滑板想跑 路西问她叫啥名 欺骗警察又是一个任务 女人又想跑 小车车砸了地母的脚 路西笑了 没错这算稀井 女人又摔了 路西高兴死了 大量任务全让女人扛了 晚上地母叫路西加班 地母告诉她还差一个任务才算完成 在外面瞎逛了半天 一辆信息不服的车出现 试图下车盘问 女人也知道拦自己的原因 一看车牌是她丈夫的 女人说自己和丈夫破产了 只能负担地起一张车牌的钱 看着确实不容易 路西想和地母商量下 她把决策权给了路西 路西不想罚女人 这样做不是她想成为的那种警察 哪怕是为了任务 路西给了女人一个口头警告 一个任务就这么被她放走了 两师徒又得忙了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 男厕所内 出现了一具猙獰的尸体 诺兰靠近一看 她认为这是一起谋杀案 大手一掏 找到了死者身份信息 两人等着同事来接手 来的人却是皮姐 皮姐说死者是恐怖组织成员 而洛杉矶很可能遭到一起致命的生化危机袭击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皮姐调出了死者信息 并且男人生前和同伙在公交车上出现过 菜鸟们听得一头雾水 医生说感染这种病毒会血流不止 而且只有试验疫苗 仅仅只有几百只 诺兰师徒来找线索 就是这位蛋哥 诺兰叫蛋哥拿出手机 刚好自拍里出现了死者和他同伙 诺兰把蛋哥手机拿走 蒂姆师徒来到一位同车乘客家 男人拿出一个包 说他在公交车上和别人互相拿错了 蒂姆小心靠近男人吐槽包里的东西 把自己的手指搁伤了 突然男人喷出一口老血 露西看着不对劲 蒂姆迅速把门关上 门外的露西急坏了 现场很快被封锁 露西给防疫人员介绍了情况 但他们并不准备马上救蒂姆 而是先按程序隔离 屋里的男人此时已经并发血流不止 蒂姆如实报告 显然菜鸟的话不管用 蒂姆知道防疫人员要干嘛 指挥陆西用执法记录以远程显示 在包里发现一个装置 蒂姆一看是个喷水壶 防疫人员也确定了这是不法分子的传播方式 她继续排查 看着手机画面 好在蒂姆反应快 电倒了男人 赶紧把他靠起来 蒂姆只有尽量远离男人 结果下一秒男人彻底并发 亲眼看着这一幕 猛男蒂姆也被吓坏了 露西还在门外守着她 说一秒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露西很担心她有没有症状出现 屋内的蒂姆已经开始冒汗 还是说没事 两人就这么隔着门 互相依靠 同事们整个晚上都在追恐怖分子 诺兰开车撞向前方 终于是成功逼停了车辆 对方也是五颗星 下车直接开扫 皮姐也赶到了这里 在火力压制下 暴徒分头逃窜 其中一个逃上了公交 小黑和洛姐赶到这里 男人拿着喷雾威胁 小黑步步靠近 给洛姐打掩护 男人突然爆起 乘客们赶紧跑 小黑没想到洛姐会得挺多 诺兰和女友一组 发现了血迹 在一个废气棚子里 找到了最后一名暴徒 皮姐却突然开枪了 她说那人准备掏枪 看着远处的皮姐 诺兰对她的感情产生了变化 防疫人员终于拿来了疫苗 虽然是实验性的 蒂姆还是打了 骄傲的蒂姆此次中招 同事们也是难得有了 嘲笑她的理由 蒂姆要被带去隔离观察 但却突然有点不对劲 脑子天旋地转 直直地倒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